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Yergin's book channel OK,那本期啊,给大家看的不是小车,也不是场景 是这样一本图鉴 那这款图鉴的话,好像是TLV15周年来推出的 那是All about Tomica Limit Vintage 2019 还是TLV的历史彻底解说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有多彻底 我估计啊,即使它很彻底 对于我们不懂日文的同学来说 这个也就是看看图 然后发现喜欢的小车啊,太多太多了 然后直接导致原地退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封面 封面的话,它是给了几款 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特色的小车 你譬如大英的教运 有公交,有消防类的 有跑车,有民用车,有警车,有运输车 还有一些小的KCar 基本上这个封面啊 它是涵盖了TLV的各类车型 然后背面的话 背面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前面那几辆车的背面 那这书的话定价的话是1800多日元 那再加上税 那差不多折人民币就是100多 但是我们购入这个书啊 因为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途径啊 所以是会多花一些钱 诶,那视频前的你啊 想不想看看这个图鉴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See you 安心被视频前的你揍啊 我还是回来了啊 我们就把它打开看一下 哦,我们把书已经拿出来了啊 OK,我们这个处女翻 登登登登 哦 果然啊,这个有很多日文的描述 可惜了可惜了 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啊 应该是非常的精彩 这里面的故事 那我觉得我现在有必要征集一下 视频前有没有懂日文的同学啊 我可以把这个书的电子版本拍了照片发给你 然后你帮忙翻一下 然后呢,我再上传到我的这个B站上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目前的话 我这个真的 有些还是,比如说这个是昭和三十年代 那这个只能知道 这个是昭和三十年代时期的车型 但是别的说的啥呀 兄弟 不管了,我们继续往后翻啊 还好,稍微有一些些英文 你可以知道大概 他这个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边是 What's the Tomica Limited Vintage 就表示 这个一段就是介绍什么是TLV 真的是非常好的书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激发我去学这种 现在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小的萌芽 谁知道呢 那这边也是给出了一些 应该是比较经典的车吧 你譬如这个消防车 TLV出到现在 可玩性最强的一辆小车了 我也是有幸借大彪哥的车把玩过 非常的赞 OK,那我们继续 哦,这边就是来到目录了 那第一部分就是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就是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什么是TLV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 你看他这边是有一个彻底介绍一 但前面还有一个定语 那彻底介绍一的话是Toyota 就是关于前面的TLV的介绍 而这边有一个彻底介绍二 是一个Nissan Prince 也就是说这个第二部分是关于日产 还有王子这部分的介绍 而第三个这边有一个彻底介绍 是Honda Mazda Subaru 本田跟Nissan的车出的很多啊 所以他都是单列的 而第三部分的话 本田 Mazda 斯巴鲁的车可能各自相对比较少 所以他把它囊括在一起作为一个章节 然后下面的话就关于 Isuluhi no Dahatsu 这三个车的品牌也是作为了一个章节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五部分就是一个外国车系列 还有一些其他的 第六部分的话就关于Racing car and show car 就是赛车 还有show car的话怎么怎么解释呢 那比如说 那话胡人啊 在魔术师约翰逊时期 那个胡人的比赛叫什么show time 这边的是一个show car 应该这个show car应该就表示 这个车是非常漂亮 非常抓人眼球的车型嘛 但这个是我猜测的 我们看到了就可以知道了啊 彻底介绍7的话就不晓得了 彻底介绍8的话是43比例的 第九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sideline limited edition special series 就是限定啊特注之类的 这个不知道我们一会看了说吧 可能是一个目录吧 每年出的一些小车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边有啊 衔接的这边的 应该是啊 就是14至19年的 它还有一个展望 哎 今日昨天明日 哎 那这边就是来到了第一部分 哎 Toyota哎 看这本书一直在吃没有文化的亏 这一段是也完全不认识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 一些关于啊 丰田的TLV小车的一些车型 以及介绍哎 当然这边还写着有一个实车解说 哦 这一页应该全是丰田世纪啊 Toyota century OK 那这一边啊 它是啊 这个分类的话 它首先第一部分 它都是丰田的车 然后每一页的话 又是某一个车型的 比如说哎 这个是世纪 然后第二页的话 哎 就是皇冠 啊 第三页的话 就是一个Petro 啊 第四页的话 是皇冠Custom Van 那后面的话 就是相继的其他一些系列 啊 Mark 2啊 哇 Mark 2有很多啊 啊 这个还有什么Crysta 都是我们啊 不太熟悉的小车 哦 这个是应该比较大 比较熟悉的Supra 早期的Supra 一个Twin Turbo 啊 还有它的啊 丰田的小面包 啊 这小面包 我记得我是收到一辆银色的 啊 也是重新的涂色 啊 这个 这一部分完全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呃 这边有一个写真 写真的话 那就应该是一些 真车的照片 啊 第二部分 就是Nissan and Prince 那这边为什么 Nissan跟Prince 是搞在一起呢 其实啊 Prince就王子汽车啊 最早是一个单独的汽车 生产商 后来是被Nissan收购了 啊 所以这个他在这边啊 把Prince也是 归纳在啊 Nissan里面 那我们经常 听到的Skyline 这个天际线 这个词系 最早就是Prince的一个车型 那后来被收购之后啊 其实也是相继的 Nissan继续在使用 这个Skyline的这个车型的名字 啊这个说的内容 其实还挺多的 那这样吧 这期我们就先看到丰田的 那我们下期 看王子和Nissan的小车 再次再征集一下 有懂日文的朋友 可以把照片拍了 发给你 然后帮忙翻一下 真的是 先在这边 感谢那位有缘人了 然后呢 我也是可以把这个书的内容啊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一君 See you